随着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罢免 网传重庆市长黄熙帆为求自保急速倒戈 黄在揭发薄问题时牵除高级五毛司马南 18号司马南出来澄清有关自己的传言 声称自己目前的言论受到控制 演讲被限定主题 分析指出司马南附庸体制 利用公权力长期打击别人的言论自由 现在的下场是自作自受 15号薄熙来突遭免职 所谓的毛左们惊慌失措 网传重庆市长黄其帆为求自保急速倒戈 向当局揭发薄熙来曾下令把左派人物司马南 扶植为薛雷锋的标兵 并要他今后负责掌管宣传 还说司马南一直在按照博的指示 收集和散布攻击温家宝和习近平的信息 黄其帆还爆料薄熙来动用公款 为司马南的儿子支付在美国的费用等 16号司马南发微博说 他最近几天的讲座取消新录制的节目冰封 并写道诸位再见 网上马上传出司马南正在转移财产准备逃亡美国 也有传言司马南正与妻子签订离婚协议 全部财产归他妻子所有 甚至说司马南在北京国际机场准备登机赴美时被抓捕等等 这些传言者不只是一些新注册或无名账号 其中还包括一些知名的和加V的重要博主 17号晚同样被网民称作高级五毛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 也在微博发帖子说 司马南因微博被限制言论 饱受谣言 特委托我转发他本人的澄清 18号下午 司马南在北京家里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 很多人相信了有关他的传言 司马南还提到自己的微博被禁言 演讲被限定主题 中国天网发言人普菲指出 司马南长期以来热衷打压异己人士的言论自由 现在被网民嘲弄是自作自受 他在后期附庸体制 这艺人士和法轮功学员进行打压 这就得到了所有网民的一致痛恨 我相信司马南先生 如果利用公权力打压别人的言论自由的话 他这次也不会得到大家的嘲笑 毕竟你知不知是某个政治人物 或者你知不知是程序模式 都是一个人的自由 但是司马南先生由于长期以来 热衷于打压言论自由 和法轮功学员等异议群体的空间 所以说导致好今天这个局面 司马南原名于利 祖籍中国山东 1956年出生于黑龙江 早年以所谓的反美科学 和揭露伪奇功出名 近年来频频挑战公众言论 又以谩骂美国 谩骂别人汉奸出名 被网友称为高级五毛 反美斗士 去年司马南曾因公开批评 知名艺术家艾未未 拿外国人的钱搞政治 声称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事件 是美国意图羞辱中国 非议香港七一游行等 今年新年时 司马南赴美在机场被电梯夹头 遭网民唾弃活该 最近薄熙来被免职 网传司马南牵连其中 次回到最后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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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